自从中国与两年前宣布在量子雷达领域取得突破以来,量子雷达就被受外界瞩目,外界之所以如此关注。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量子雷达几乎被外界几乎被视为隐身总结者。 在刚刚闭幕的珠海上,中国雕刻14组终于展出了量子雷达的实物模型,让外界得以一睹量子雷达真容。 该模型外形神似小黄人,相当吗? 那么这个萌萌哒的量子雷达,真如媒体所说的那么神吗? 今天,被国防务就根据航展上的见闻来说说量子雷达。 量子雷达话题大致火于2016年8月,当时中国定科14所宣布在量子雷达技术领域取得突破,该所在外场实现了量子雷达百公里级探测位置,在国际上首屈一指。 此后,量子雷达就基本自带头条属性了。 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能火,量子雷达会火。 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,首先是中国在量子科学技术实用化方面取得大量突破,这是大背景。 然后就是量子雷达的实用化有个绝对爆点,那就是能反隐身。 在媒体神话后,它也显然成了隐身飞机终结者,就在隐身武器严重重击现代战争模式的背景下,不吸引人眼球都难。 这两个原因本身其实都还好,但混在一起就成了神话。 如今很多媒体错误,但在用前者去解释后者,典型就是量子雷达是在用量子纠缠原理来探测隐身飞机。 隐身飞机面对量子雷达必然无处断形云云。 那么量子雷达真这么牛吗?牛是无可置疑的。 但并非大部分人想象中的牛法。 航展期间我们到十四所的展台,听了技术人员的讲解。 很显然,他们对量子雷达被错误的神话是十分排斥的。 14所的量子雷达的全称为,晒光子检测量子雷达。 这个名字加上展出的雷达模型,我们就已经大致能够对它有个直观的认识。 即量子雷达本质上还是一款激光雷达,它的创举在于将量子信息技术灯光子检测,引入到传统雷达探测领域。 简单的说,量子雷达就是一道光射出去,然后经目标反射回来,小黄人模型上的两只眼睛,就分别用于发射光和回收光。 后端用量子技术进行检测,这个检测并不是使用现有的常规半导体探测技术,而是引入了超导弹光子探测技术。 因此以往探测距离有限的激光雷达探测威力也能够大增。 那量子雷达反隐身是怎么回事呢? 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结合米波反隐身雷达来理解。 米波雷达能够反隐身是因为它的工作的低频段,比开了隐身飞机主要针对的X波段。 目前的技术也只能在这一频段附近隐身,耳光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电磁波。 如果说现有的米波反隐身雷达,是频段低到可以看到隐身飞机。 量子雷达则是高到现有的隐身技术无法对此进行优化,也能可以看到。 当然,如果未来隐身技术也发展到能全平谱隐身,量子雷达和米波雷达现有的这些反隐身特性优势,自然也就不复存在。 但必时也必然会有更新的反隐身技术出现,可以说,隐身和反隐身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,我们应该客观看待,不能老指着有什么神奇一老永逸。 总结起来,14所在延的量子雷达,能够利用检测方式的优势,以相对传统雷达更低的发射功率,解决传统雷达在探测、测量、成像精度以及看干扰等方面的技术瓶颈。 全面提升雷达的综合性能,优势很多,那量子雷达实用化道路上,就没有缺陷吗? 当然也有,归根到底还是其作为光雷达本身。 但前许多光学设备在面对于,5、满冷气象环境时探测能力会大大下降,量子雷达同样会面临类似问题。 因此,量子雷达未来一旦投入实用,可以先考虑在那些大气环境简单的场景。 以光的老板行为理,量子雷达就可以考虑,替代现有的光学设备应用到卫星平台,执行反导预警等任务。 现有的光学反导预警卫星,虽然能够很好的完成任务,但有一个显著问题,那就是光学设备无法测距,需要多个卫星协同。 这样在卫星数量需求就大,可靠性随之降低,量子雷达一旦能更上星,就能很好地解决反导发射断预警的难题。 当然,正如新华社所报道,量子雷达研究方面,14所已经具备了量子雷达系统设计,系统研制,以及实验验证的初步能力,为后续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验基础。 量子雷达还处在验证阶段,要使用话我们,还得等待科学家们的更多好消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